大家好,今天就經過這個粉丁火車站 平平的巴士站 去到這個小飯茶牌 三個食環處職員和一個流途吃飯牌照的人 就在商討當位擺賣的問題 流途吃飯的牌照其實很好 真貴的,因為自197年 女化牌之後,他們買少見少 所以不用走鬼 除非是很嚴重的阻礙道路或者衛生問題 通常都是勸喻性質的 有些旅行家就未必自己經營 或者跟別人一起合作 當另類的退休金 城市發展就傾向這個大商場 但某程度都在騙殺這個小飯經營